而为了纪念中华民国抗战胜利70周年 在南加的桥界也将举行的是 华美空军历史回顾展 现场将呈现各种的史料 来重现抗战英雄的悲壮时机 今年是中华民国抗战胜利 继台湾光复70周年 为了纪念回顾抗日战争中 华美空军壮烈牺牲的历史 由美西南地区 纪念中华民国抗战胜利 继台湾光复70周年筹备委员会主办 美国大鹏基金会承办 中华民国空军子弟学校 旅美家校友联谊会 以及南加州台湾大学校友会协办 从6月19号到6月21号 在洛桥文教中心 举办华美空军历史回顾展 我觉得这个展览会 如果能够把它做成功 现在不仅是美国 本来目标只是美国的民众 现在美国的民众 加上台湾的这些民众跟大学生 都能看到这个展览 这次展览包括二次大展期间 华美空军 美国杜利德将军 飞虎大队 以及远征军的故事 内容有影片 图片 战场遗址照片 以及文物等各种史料 据了解 这些珍贵的史料 将在洛杉矶展出之后 继续在休斯顿 纽约 华府 旧金山 西雅图等各大城市 和数所大学校园内展览 缅怀历史 历策未来 周天频道采访报道